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感觉是饱和的状态 因为在台湾配音的工作并不会说很多 所以它所需要的量没有那么大 但是很多人很向往 因为有人要学 所以配音班就一个一个开 可是开完的结果是怎么样的 招生很快就可以招买 可是配完了 教完了 课上完了 什么也没有 我们去驾训班 花钱 学开车 完了以后 通过考试 你可以上路了 那学电脑 你去学 完了 给你一个证照 你可以考试 可是配音训练班并没有 它给你一张证照 或是给你一张结业证书 你马上就可以配音 就可以有工作吗 很难 真的 真的非常的难 因为一个配音员的养成非常的久 配音最重要的是经验的累积 当你没有这个经验 你没有这个工作的资历 就不会有人找你 除非是 除非是 你的口条非常好 你的反应非常的快 你的声音客户很喜欢 不管是配戏剧 配卡通 配广告 各方面 除非是 你是优优等的 不然的话 一般来讲 去配音班 我个人的感觉 几乎是浪费钱 因为这个市场 根本就是个饱和的状态 好 第二个面向就谈到 一旦你有这个机会 从配音班出来之后 配音班里面的老师 都是配音的领班 他觉得你不错 他有机会 让你跟到他身边 到录音室去跟班 从一个角色 从一句话 慢慢累积 我刚讲 一个配音员的养成 时间非常的长 短的半年 长的可能两三年 看你个人的支持 如果你没有那个天分 你所要花的时间 会更长 今天 有人有幸 觉得声音不错 口条很好 反应也不差 然后呢 领班 介绍你到录音室 去跟班 从一句话 一个角色 慢慢开始 但是 就有很多人 今天就要讲到 为什么有些人 到了录音室 去跟班的时候 他后面 好像 接触到配音工作 会越来越多 有些人 根本就没有 正常上班 下班以后 到录音室去跟班 一个月 两个月 半年 一年 压压屋 为什么没有班呢 这就是目前 有很多配音员 最大的毛病 怎么说 有些人 目前我在看 有些人 有了案子 有工作了 有配音的工作 可以配戏剧啦 配卡通啦 即便是小小的角色 他已经有拿到酬劳了 但是 很多人 不找进 就这边等 就那边看 本身自己呢 也不会去多学 多看 在每次 有人跟我谈到 要怎么进入配音圈 要怎么样 自我精进的时候 我总是会讲 多看电视 多听电台的广告 多看电视的广告 别人怎么说 你就跟着说 你一定要开口说 国语日报 拿来就念 因为旁边有注音符号 闽南语不会 多看连续剧 连续剧里面 很多 当然 有些是讲得不太对 可是最起码 那还是闽南语嘛 那客家也是一样啊 客家电视台 现在节目也很好看 也很多配音的节目啊 对不对 那你呢 闲暇之余 你就多去接触 多去看 练练自己的口条 让自己呢 融入戏剧里面 无形中 我怎么进步了 我怎么会配了 因为你有不断的练习 很多人 就是原地踏步 总以为 我是个角色 我是个绝了 我是个配音员了 就没有再进步 所以 他会觉得 怎么 这档配完 没有下一档 这个配完 也没有了 问题就出在这里 如果你真的很好 领班知道 录音师 看得到 对不对 客户也知道 那你的声音好 你的反应不错 口条很好 戏剧感很够 声音表情到位 那么 你还怕没班吗 所以问题就出在 每个人都自以为是片音员 OK了 不往前走 就原地踏步 所以才会明白 这是我以上个人的感觉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